請問今天要說什麼呢? 兩路進兵 關羽定睛一看 那個人正是關平 關平他 整個模樣都改了 他呢 連夜啊 尖程 那馬啊 好厲害啊 以時速 一百公尺 以時速五十公里的速度 努力衝到荊州 還能夠 活著 還能夠一直活下來 真是恐怖啊 關羽就說 關平 你怎麼跑來啦 關平 哭了一陣他就說 龐軍師他戰死了 死狀淒慘 在落鳳坡被萬劍射死 變成了一個海膽 唉 關羽這才相信了諸葛亮說的話 諸葛亮他還真是能掐會算 關羽心想 唉 我不是有給你一個人生小哲禮嗎 你怎麼都不看呢 唉 說完之後 諸葛亮 也哭泣了起來 兩久 諸葛亮抬起頭 他就說 按照剛剛的方法 進兵 我們要為旁軍師報仇 我們要化悲憤為力量 攻擊落城 我們聽 張飛說 軍師你別再演講了 拜託你們分 拜託你分派一下任務吧 張飛你帶一萬人往陸陸進兵 趙雲你帶一萬人由水陸進兵 我帶三萬人徐徐而進 跟著趙雲走水陸 張飛就說 你們兩個連成一氣不公平 我也要個人 你也要個人 人沒有啦 倒是有一個東西給你 諸葛亮他就說 來人啊 把義州地形圖給拿來 孔明啊 放了頒獎典禮的音樂 他就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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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張飛將軍 在此 把這個義州地形圖搬給你 你一定要好好打義州啊 還有 關羽將軍 他轉過頭來 關羽嚇了一跳說 乾乾乾乾乾乾乾嘛 孔明他就說啊 關將軍我最擔心的就是你 你的荊州 你的荊州 如果遭到曹操攻擊 你要怎麼辦 嗯 關羽想了想 他就說 出兵拒之 嗯 那如果曹操和孫全兩路加攻呢 分兵拒之 就是 我兩路 分兵 一起打 可以吧 哎呀 諸葛亮 看了一口氣 他就說 若真如此 荊州威夷 要真的這樣的話 我們荊州 就報銷了 報銷 怎麼會這樣呢 我給你八個字 諸葛亮語重心長的對關羽說 北巨喬操 東河孫全 你一定要守好荊州啊 是 關羽就說 我會死守荊州 我只是要你守荊州 我沒有要你死啊 你死了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搞不好主公還因此氣瘋啊 好吧 那我就 那我 就守到 暫死為止 拜託你別再說這個死字了 可以嗎 好吧 我到死都不會再講了 怎麼又講了 孔明 聽到 關羽這麼多死字啊 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可是 荊州 還能託付給誰呢 只好託付給關羽 那張飛 趙雲 孔明 就走啊走啊走 趙雲和孔明的軍隊 遠遠落後於張飛的軍隊 為什麼呢 張飛遵從孔明的辦法 遇到這個 陳遲啊 投降的 欸 就給他一個年終獎金 或者是對那些百姓好一點 這樣獲得明星 遇到不投降的呢 守將啊 也是用那釋放的方式 讓他自己來投靠我 不要我們逼迫他投降 嘖 所以說呢 張飛一下子 就到了 黎諾城 還有 四十五座城池的 八郡 四十五座城池聽起來很嚇人 其實都在八郡 老將 嚴嚴的管轄之中 只要嚴嚴一詳 那些人呢 不是他的手下 就是他的門生 嘖 就直接 無條件投降 嘖 張飛想 我們應該可以 不費摧灰之力 就拿下八郡 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請見下回分享